还要特别注意 有民众要买这个公园宅 但要小心 你买的公园宅 这个公园有可能只是暂时的 大片空地种满的植物 你以为买到这里是住到了公园宅吗 其实不是 这里只是简单的绿化工程公园 再过不久就要拆掉 大大黄布条就挂在绿地旁边的住宅上头 反对市府废除公园 因为居民听到消息 这空地被受险公司标下地上全 将会改建为旅馆 当地住户就怕会影响 他们的生活品质和日照权 居民万万没想到这里真的不是公园 只是市府美化工程系列 因为只要建商业者绿化持续18个月 就能得到最高5%的荣基奖励 而旁边的看板上其实清楚写着 这是第几号的简易绿美化工程 但是不少居民还是误以为这是真公园 房仲透露恐怕会有居民是因为想买公园宅才买到这里 结果却发现这公园即将消失 那壁板上面就有写台北好好看系列 那这个就是告诉说 告诉你说这18个月它是公园 18个月后超过了保鲜期就不保证了 其实想买这种大片绿地的架杠公园宅 房仲教你撇步 除了打1999可以询问 地基图也可以分辨这是空地还是公园 市府的公园路登网站也能查询 建议如果买公园宅还是得做足功课 免得买到有保鲜期的假公园宅 才会发现旁边绿地公园一年半后就消失不见 接下来红旭全山台北采访报报道